本節目由挑戰手機市場最低價的 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叮咚叮咚 Hi 我是阿貴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的來到了 原本以為今年已經結束的 Sony Mobile的Xperia新機發表會 那大家都在想說 這次到底要出什麼 沒錯 昨天晚上應該都知道了 居然出了一支更厲害的 Sony Xperia Pro i 我是那一支喔 它是出了新的顏色 一進這個現場就會看到了 但它雖然也是超旗艦 但今天它不是主角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支新的旗艦Xperia Pro i 吧 上手體驗一定要先講的就是手感啦 這手感呢 大家想說這一支更超旗艦 超超旗艦的Xperia Pro i 會不會很厚重 實際拿到之後你會發現 它的重量比你想像中的還輕 但它的輕呢 並不是說相較於其他Xperia 1 或Xperia 5系列那種輕 而是你看它的感覺 就是跟它的重量差不多 厚度呢更出奇了 居然搭載了一吋的感光元件 整體的話相機規格模組應該要更凸更厚 你可以看到整支手機居然不到9mm的厚度 然後呢 鏡頭突出的部分 甚至比很多其他牌的手機的那種鏡頭 還來得更少 你就會非常驚訝說 日系的做工啊 真的是不得了 而在握感上呢 特別的地方是它這次在側邊 它是使用的是那種比較軍規質感的 它不是螺順型的 讓你比較好握持 我覺得這一點這個細節很重要 因為它讓你更適合的就是 你可以拿著去拍照 那這些紋理的地方呢 可以讓你更有觸感 而且它在側邊呢 除了我們以前Sony會多的這個拍照鍵之外 還多了一顆自訂鍵 你可以快速的啟動拍照之外 這次自訂呢 也可以快速的啟動錄影 非常符合這支XRab Pro-i 它對於創作者攝影拍照喜好的一個定位 另外 吊飾孔城最大贏家 那是什麼 中間少了一個字啊 通常是吊飾孔 孔城最大贏家 好爛啊 重點是 吊飾孔回來了 這一支旗艦的方便性呢 我覺得吊飾孔 就讓它可以更好的去拿去 而且更安全 接下來重點 規格的部分 這一次最大的賣點就是搭載這個 1吋感光元件的主鏡頭 而且它具備是 F2.0跟F4.0的光圈 這真的非常厲害 再來支援呢就是錄影的時候 支援人眼或是物件的追蹤 還有4K 120Hz的錄影 這些東西呢 幾乎 對 就是Sony 只有它才有了 這些技術全部都放在裡面了 其他規格的部分呢 它是相機 然後不小心有了手機的功能 還是手機不小心裝了旗艦相機的功能 你們覺得它是怎樣的定位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為了讓創作者可以更加方便 它這一次呢 就是有手把 還有加上一個外接的螢幕 那手把這個東西 其實是他們原本就在RX系列 RX相機 RX100系列上面 就已經有在賣的那一支 相機的那個握把 那它只是上面的模組不一樣 可以安裝的是手機 那還有一個外接的 讓你用Vlog的螢幕 那這個東西的方便性呢 我可能想不用多說 在剛剛的發表會 它比相機 比微單眼 比小單眼 更適合你在做Vlog的使用 那這個新的 Xperia Pro-i 其它的這個新的 它的外接的螢幕呢 預計都會在 今年的年底上市 那上市的正確時間 或者是價錢呢 目前還沒有出來 那在現場呢 實際玩了這一支 這一支手機 這支相機 我不知道 我已經被它毀 我現在好困惑了 實際上用完之後 你會感覺它真的就是 符合那些給影像創作者 那些就是專門在拍 YouTuber 然後Vlog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導演 攝影師在用的 它真的是給專業的 創作者在使用的 它除了過去在功能裡面呢 提供了Cinema Pro 或者是Photo Pro之外 這次還在多了 剛說的創作者用的 Video Pro 那 Video Pro裡面的功能呢 有更多更多 可以去自訂的 而且是更開放的一些設定選項 你不管想要錄4K 120Hz FPS的一畫面 或者是你現在要調各種的焦段 隨時的去使用 那對 對焦呢 不管是人眼啊 物件啊 或者是 動物 比如 貓咪 或 老鼠 沒有老鼠 沒有老鼠 有貓咪 這樣未來呢 我們有機會呢 能夠再開箱這一支 Sony的 Xperia Pro i 還有它的配件 甚至我覺得以後 工作室也放一台好了 Sony 看這邊 我們需要這一台東西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Sony Xperia Pro i 的 全球發表會 跟台灣的 記者會現場啦 我是阿貴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